再來看一下 已經命喪槍下的沸沸 只能跟他遺憾的說拜拜 那現在後續的究責要開始了 希望不要再有下一隻的沸沸逃脫 然後又被開槍了 那現在呢出現了大逆轉 到底沸沸是從哪裡來的 六福村才終於道歉任了 沸沸是他們家的 那麼現在呢立刻官員徹查 但是呢他也說到了會有懲處 好總而言之呢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六福村還是強調 獵人他們還是要告的 我們來看一下呢六福村的資深總監呢 今天出來開了一場記者會 從早上十點鐘講了非常的久啊 鞠躬道歉 他說呢獵人不是原方委託的 因為當時未確認是否是園區的廢廢 所以請里長先撤文 深自檢討園區的管理書師 園區的主管將會有懲處 那目前呢動物園先關起來 然後徹查數量 並且呢還要看一下防護網 很多網友不買單啊 覺得六福村一開始就在騙 氣死人抵制啦 沒天理的商人 因為呢六福村的說法 變來變去 光是這幾天的時間 連五遍 新北市的原住民狩獵協會呢 他們發文告訴大家 你看喔六福村一開始說 沸沸不是我們家的 講了斬丁截鐵 後來又說清點之後還多一支 說法三 我們沒叫獵人開槍 我們要告獵人 說法五最後 昨天沸沸是我們的啦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開槍的獵人 他說無奈的苦笑 因為獵人喔 他一直不斷的對 這個媒體受訪的時候表示呢 他說是跟著六福村的這個醫師 獸醫 根據他的指示開槍 但是六福村說沒有喔 為授權開槍堅持要提告 靈性獵人現在也很無奈 那麼原住民的狩獵協會 怒批六福村是放養的孩子 那麼我們再來看 沸沸跑了這麼久 當地人應該有看到 那狀況到底是什麼呢 真的六福村一開始都不知情嗎 那以地緣關係來看 六福村都沒有想過 這個沸沸很有可能 是從他們園區裡跑出去的嗎 畢竟台灣動物園也沒有這麼多吧 好 首先呢 永安里里長陳金福 因為當時候呢 沸沸跑到了永安里去 別人的菜園裡面 偷吃人家種的大陸妹 所以呢 他當時就把這個訊息啊 貼到這個臉書啊 貼到這個line 結果沒想到呢 就接到了 六福村小姐來電 他說如果被查到 動物逃脫 我們會被罰錢啦 希望你收回訊息 好 里長也怕人家麻煩嘛 就把訊息收回了 在這個情況下 你六福村這麼積極的 還看到臉書叫人家收回 六福村真不知情嗎 好 再來還有下一個 鄭新里里長 因為就在附近 好 黃志杰說 習性加上地理位置 感覺就是六福村的 一開始就積極圍捕 卻說不敢確定 這也難怪大家會覺得 六福村一開始就在騙 那麼現在呢 甚至啊 立委高家瑜啊 也曝露了一個消息 原來啊 每次去六福村 我們都看到這麼多動物園 可能都是不一樣的 因為六福村十年之內 居然養死了八隻的 長頸鹿 管理明顯有問題啊 動物園不該成為動物墳廠 那麼六福村的管理 是否真的有問題呢 雖然說 他們的這個主管 今天出來道歉了 但是想必有很多的民眾 是不買單的 那麼網友也炸鍋怒嗆 六福村根本是自打臉 一開始不承認 然後中間過程 你又積極的參與 又去圍捕 難道你是假裝不知道嗎 很多人就說 這根本叫做 殺廢滅口 廢廢之死 全台怒氣沸騰 一度聲勢成名的廢廢 打哪來 沒人要認 如今案情大逆轉 六福村改口認了 廢廢就是 六福村的 受醫在協助救治的過程中 發現結紮的傷口 特徵與園區的廢廢 特徵吻合 判斷脫逃的廢廢 因為本園區所有 再次智商我們最誠摯的歉意 大動作鞠躬道歉 從否認到現在 自打臉 爭起廢廢逃脫技 過程慌強走板 3月18號 六福村接獲通報 第一時間說不是他們的 二十三號新竹縣府 稽查 六福村還強調 園區內有超高圍牆 電網空拍機等層層關卡 逃脫機率非常非常非常低 縣府要求重查 從沒少到多 又變了認了廢廢 發家彎 書變就變 廢廢是移動的 然後因為我們的範圍 又好幾公頃非常的大 放養的方式 在這麼大的區域裡面的盤點 事實上是不容易的 不少人更質疑 六福村起初撇清廢廢關係 為何又積極參與圍捕 甚至派出獸醫全程陪同 獵人說最後下令開槍 夜市六福村人員 網友傻眼狂轟 根本是 市主莊公勤 恐怕遭就想殺廢滅口 說實在我們在當下 但我們確實覺得 我們的園區的廢廢是沒有脫逃的 如果說我們當時知道的話 其實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五度改口 如今一系逆轉 認了廢廢 但再多理由道歉 也換不回廢廢性命 要好好的查查 同時他也說了 農委會也脫不了關係 那接下來呢 我們跟大家來互動一下 清明廉價 可能很多人原本有預期 要不要到遊樂園去走走 帶小朋友到動物園去走走呢 你覺得會不會對 這個六福村現在的這個案子 對他們有沒有影響呢 會不會影響你未來要去 這個六福村玩呢 我們聊天室來做個互動 你覺得會有影響的 因為接下來有兒童節嘛 清明廉價 除了大家出去走走之外 還有兒童節 接下來跟大家做個互動喔 準備好了嗎 如果你覺得有影響 你以後可能 會比較不想去六福村 你幫我加一 如果你覺得 沒有任何的影響 你幫我減一 或者是加二 告訴我你的想法 的確喔 廉價廉價要來了 接下來呢 大家也可能會外出去走走 也提醒大家 這個可能會塞車 所以呢 要先做好心理準備 只是現在呢 網友都在喊抵制 到底會不會抵制呢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喔 希望聽到你的聲音 好 再來呢 是否跟官僚有關呢 是不是因為引發了社會輿論 踏法蒸起事件呢 大家嚴重來看待呢 六福村才坦承啊 從昨天到今天 不到24小時喔 承認這個逃跑的沸沸 真的就是他們家的 網路上一片罵 那這個里長呢 陳金福其實也就說 這個沸沸啊 逃的期間呢 就接到六福村打電話來喔 告訴他我們剛剛說到的嘛 安妮爸爸文策下 不然我們會被罰錢 他其實沸沸逃亡期間 停留最久 就是在平鎮區的政行李 剛剛也說到了 里長也說 他常常去六福村看沸沸 他說當初圍捕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蠻像的 他的直覺就是 這個沸沸應該就是來自六福村吧 也很不解 為什麼原方一開始無法確定 東沸沸沸遭槍殺身亡 六福村改口承認 沸沸是從原區逃脫 其實早在17號 就有里長發現沸沸身影 18號立即聯絡六福村 六福村派了兩名獸醫 帶來又不氣 但又不未成功 當時還把沸沸影片放到網路上 結果就接到六福村電話 他叫我說不要破 最高會發 我只知道最高發一千兩百萬 就這樣子而已 到了另一名里長透露 因為常到六福村看沸沸 在圍捕沸沸時就感覺似曾相似 採了李明的伏手瓜 還對他的守望相助回眸一笑 也不像是其他的野生動物 他可能會整個菜園去 去亂拔或亂做什麼 他沒有 他就是採集 他今天要吃的這個食物 他就離開了 另一名網友還爆料 沸沸會到農地偷吃水果 吃完的食物 還會將殘渣整齊擺好 而且附近居民早就知道 是從六福村逃出來的 六福村事後承認引發爭議 野生動物造作管理 農委會林務局都沒有管理職責 在樂福村自首前 林務局難道都不知道 沸沸來源嗎 不要把這個地方政府 再執行第一線所產生的問題 歸咎於農委會 學者怒轟官僚殺沸沸 臺灣人士保育荒漠 指揮體系混亂 主責官員毫無專業 對生命始終默然 在這次這個沸沸之死的這個事件裡面 農委會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可以置身事外嗎 立委高嘉瑜更查出六福村 十年內養死八隻長頸鹿 不僅是動物墳場 還一再說謊 甚至殺廢滅口 呼籲農委會應該好好懲罰 原方別讓類似情況再發生 記者余申行 陳嘉倫 台北採訪不到 而且六福村這樣說來說去 的確啦 大家呢這觀感也不好嘛 那外界也質疑 六福村的動物 是不是造冊有嚴重的疏失 因為一開始數量也對不上 牠們明明少了一隻 但是卻對外說 牠們費費多一隻耶 好 面對媒體詢問 是否會相信六福村的造冊傾點 林務局長林華慶也直說 我們不會相信 如果是以六福村為例的話 六福村它面積很大 那動物數量也很多 所以實務上大概很難做到 每一天都能夠確切掌握動物的數量 因為牠在現場 還會有很多讓動物躲藏的 什麼大水管啦 或者是洞穴 但是我想應該可以藉重一些 科技的方式 或是像人工智慧 影像的這個導入 怎麼樣去 可以更讓地方政府 即時掌握這些動物的數量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會邀地方政府 我們可以邀一些相關領域的專家 一起來討論 來可以更加的確切的 即時掌握這些動物載養的數量 我們不會相信 我們當然是以政府實際到現場去 然後去掌握的這個數量為準 海黃鮑魚干貝A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它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 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